我本来以为苏家全是在开玩笑 可是看他讲话那个口气 他真的不是在开玩笑 他是在控诉国民党的国语政策 网友真的太厉害了 去做发挥研究精神 说他乱讲 这是苏家全处理农舍的态度 还有他现在开他老八 已经过世老八的玩笑 这种态度要最我们可能的 卑微元首 是在帽冷汗 叫你讲 是在帽冷汗 我觉得当年 一个比较穷的 水平比较低的家庭 决定到底要生少数小孩 还是多数小孩 其实有两个因素 一个就是价值观 如果说要过一代 要过一代 一代要繁星 生越多越好 因为每个人都是劳动力 但是如果要过下一代 那生越少越好 因为这个父母亲才栽培得起 所以你选择生两个 有人选择过股材期生的10个 好那生很多的 随便他去的 这个不重要 要生小少的 能不能够达到目的 这第二个因素进来了 就是父母亲的 节育尝试 那个年代 不见得每一对父母 都懂得如何节育 所以有人要生少 结果还是一大堆 但是我觉得苏小学 这个变故 那不是你老板变的故事 是你变的故事 我觉得如果他爸爸 天上有知 他如果要变故事 应该讲说 家庭那时没电视 你知道我们一起都听蜡蜡蜡蜡蜡蜡 蜡蜡蜡有听到有吗 蜡蜡蜡蜡 蜡蜡蜡蜡 小蜡蜡蜡蜡蜡 蜡蜡蜡蜡 放在家里面 就听了 听了 好 兒子就一隻一隻地出來了 他們就是這樣對了 對不對 怎麼會說 不看電視劇生小孩呢 聽陳偉文就生不出來 民國67年的時候 民國67年的時候 我在苗栗討新聞 因為我們有個地方 每天都要把那個版面填滿 沒有新聞寫 我一個同事很會編 他就編苗栗經過研究 統計 他也沒有講說統計數字多少 鐵路沿線的那些生的小孩 都比較多了 因為三更半夜的時候 經常被那個火車過去 鳴笛 哭哭哭 吵醒 吵醒 睡不著就生小孩 所以沿線的小孩就特別多 編了這條 他不然起來聽來就學 還把它登到綜合版 登得好大 就是這個意思 我覺得他太扯了啦 他太會扯了啦 生九個小孩都可以 跟國語政策扯在一起 對 不 我說因為 類似這種故事有是因為 譬如像北歐 北歐他們很冷很冷很冷嗎 他們就有做調查 就發現說大部分的小孩的生日 不是在12月 就是1月就是2月 那為什麼呢 因為很冷很冷不能出門嗎 最主要在家 那在家就一直做人啊 那一直做人 就生出的孩子 都是那個時候生日 但是我的意思 這個東西 就是你再怎麼扯 就是你家要生幾個 是你家的事情 那或許那個時候 時代的背景跟你們家 可能務農 需要勞動力有關係 另外的話 你會不會講台語 會不會講客語 那是蔡英文的事情 而且蔡英文的事情的話呢 到底還有沒有別的因素 那是總而言之 不會是跟你看電視 跟你看電視 然後電視裡面都講國語 扯上關係嘛 那所以我覺得 坦白講我覺得 現代的網友是真的還蠻厲害 我一直很佩服網友 我就不要小看選民喔 我覺得現在 曾經榮對比選民 是白癡是笨蛋喔 我們這個年輕一輩的選民 最會抓錯 你看他們常常說 來了一個什麼電影 就抓錯 這個呢 可能呢這個前言不對後語啦 哪裡喔 這個異服名 剛剛穿黑色 現在變穿白色之類的 那我覺得這個網友 發揮了這個精神 所以就把這個 蘇家全的這個時間 一鬥起來 就發現說 我覺得很 我覺得蘇家全很惡劣一點 就在於說 他常常把一些要批評 國民黨的話 然後呢用一種方式呢 自己去編造 然後呢堂塞 然後拿來去攻擊 記不記得像那個時候 他自己一開始 祖坟的事情的時候 他就開始說 喔這是國民黨 是外來政權喔 外來政權這邊 要挖我們的祖坟呢 而且不只是挖 我爸爸的祖坟 要挖所有台灣的祖坟 所以我覺得他把那種 向來國民黨 民進黨式的選舉方式 然後包裝成為一種 他認為可能是幽默啦 可能是笑話啦 可是有新的語言 可是側頭側尾 這就是民進黨的意識形態啊 我覺得蘇家全 就是我們有這樣子的一個 有可能的被位元首 然後再加上林瑞雄 那樣子的一個被位元首 我們這個選舉 這個副手這邊的話題 不過另外一個要問陳輝文 陳輝文他就說 對 林瑞雄對另外一個 也沒有什麼好話 對 吳敦毅就說 我們這次三個副手 到時候喔 這個吳敦毅 林瑞雄跟蘇家全辯論起來 應該非常的有看頭吧 我這樣講就是說 蘇家全講這一段 第一個就是說 九個小孩在那時候 其實並不算什麼 你回頭去看統計數據 對 我們公國他們都家族都很大 那時候平均每一對夫妻生七個 對對對 所以當你生到九個 並不算是很多 第二個 過去民進黨常常用這個 就是高宇雲在罵這個 罵吳敦毅的話 說你是八十幾 但是現在蘇家全這段話 讓我覺得蘇家全真的是八十三 因為他的爸爸 他的爸爸在日據時代的時候 在幫日本人修飛機 然後後來他們賺了非常多錢 然後台北上中山北路的海霸王 就是他們家的地 然後蔡英文那時候 他有半開玩笑講 他爸爸覺得他工作這樣太辛苦了 那就是因為加油站很多的地 都是他們家的 就是說你就拿一個加油站去好了 你就收那個錢 你就不用工作了 他這樣子的一個家庭 這倒道理說台語應該是 他們常使用的語言啊 為什麼他不會講呢 這個其實我是蠻在意的 因為前幾天雙英都去美國商會 去演講 然後當然也看了一些片段 那天藍軒主持 也看了一些片段 他講都很流利啊 很好很好 他們兩英文都非常好 如果沒打字幕 我都不知道他們在講什麼 你們是在講什麼 那他們有沒有辦法用 如此流利的這種速度跟tempo說 那你用台語講一遍 沒辦法 雙英都沒辦法 對啊 更不要講說用客家話 我看馬英九可能要先背稿 蔡英文是可能 連背稿都沒辦法背 他們背都背不出來 他不會講 為什麼 對 我覺得為什麼呢 你為什麼說有一個距離在嘛 特別第二天報紙還寫說 哇他們兩個用英文言說都講得很好 那你去跟歐巴馬選啊 你跟我們選幹什麼呢 所以我說這樣 你剛剛主持人 你跟我們看那個 蘇家全那個場子 不是講那什麼生小孩那個嗎 對 台下是熱烈鼓掌耶 可是我要講一下就是說 你把吳敦毅跟林瑞雄放在 同一個平台上來比 我馬上就會把林瑞雄插插 下去吧 你就算了 那你把吳敦毅再跟這個 蘇家全放在一起比 要怎麼比 我還是把蘇家全拿下去 所以 比較是這樣啦 你會在什麼賣什麼那個 這個都無所謂 那你在比較的情況之下 因為你選票打開 不會有第四個人 第四個格子 你只有三個格子可以選 那我認為有競爭力的 只有雙英嘛 你只能從裡面做選擇 想到這三個人 有一天都有可能 變成我們的總統的時候 其實那有點毛毛的 我們今天要看看 等一下再回來討論